但是我每一次编排作品的时候 我会通过一个角色去体验一些 我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人物心理 然后他们的生长状态 四位队长好 我是来自成都Hallodance的黄霄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 有中国风元素的一段编舞 希望你们会喜欢 肖哥加油 太极是我们国家自己很有文化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我前段时间有赵老师学习太极 然后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太极的这种文化 这次的作品就是表达是一个在风雨中行走的人 太妙了 她是那种以柔克刚的那种形态和感受 我觉得和我的性格会有点像 我是一个挺极端的人 包括我自己编舞的时候用的音乐也是这样 我要么用很安静的音乐 要么用很快速的音乐 然后我的性格也是要么很安静 要么就很吵 非黑即白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都是我本来的样子 它就是自己和自己打架 自己和自己博弈的一个过程 哈喽 你们好 我是黄霄 这就是街舞我又回来了 希望这一次我能够继续地享受过程 然后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今天我们来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乔治拍摄的现场 看看他那个正在投入拍摄当中 非常的 嗯 不需要给我们这里打个招呼吗 哈哈哈 好的 为什么不是今天比呢 我睡了一下起来 我这个绑子不知道怎么了 是不是受风了 你昨天是不是练的 就这个 哪样子用力 就是这样的 就是伞头啊 就 就这个 昨天在我的空调房里 哈哈哈 那我昨天让你披个浴巾吧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 很来之不易 很难得的一个缘分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 所以我们比赛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能够让我和他待在一起 我是放松的 我是轻松的 嗯 我没有压力 这个是 让我觉得很难得 能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朋友 喜欢变 创造任何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变舞是只是说我用舞蹈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东西 所以我不太想我只是一个舞者的身份 如果更要说的话 我希望我是一个创造者 没有 吃过了吗 没有 吃过了吗 没有 很小 但是你也是 你先去把服装弄了 好 好 没有 对 我们又准备好一些图片 对 老师在里面 嗯 我们搜集了一些风格 就是 沒有什麼衣服需要的 我們那個圖 搜集了一些風格 就是我們想要 就是一個派對的感覺 是懷舊的嗎 有點復古的 復古 懷舊的派對的感覺 想要那種 複雞的那種 對 配色 或者是亮 就是斷面 Bling Bling的 或者是那種 圖案的 類似這種面料的 對 然後但是方便跳舞 對 大概是 沒有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的 然後我們有顏色 我們目前覺得 可能三個顏色 因為復古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想要是 紫色 紅色還有 綠色 都是Cucci的那種 乾色 對 對 因為可能現成的這些衣服 不太符合我們的主題 都是比較運動的 但我們又不是那種運動主題 對 我們也就盡量配 對 我大概找一下 然後給你們先過來 好的 可以嗎 好的 很棒耶 你好棒耶 謝謝 那我們過去囉 有有有有 走走走走